曹冲称相 故事后,有一个叫曹冲的小朋友非常聪明, 他的父亲曹操是个丞相。 有一次,外国人送给曹操一只大象, 曹操带领很多人和小儿子曹冲, 一同去看大象是什么样子的。 曹操对大家说, 这只大象真是大,可是到底有多重呢? 你们哪个人有办法称出它的重量? 大臣们纷纷议论开朗, 每个人都绞尽脑汁地想着办法。 过了一会儿,有人提议, 我认为,派人造一个很大的大秤, 把大象赶到秤上,才能称出它的重量。 不行不行,那得走一个多大的秤啊, 你的办法不好。 又有人提议说, 我看呀,不如把大象杀了, 切成一块一块的, 这样就可以称了。 所有的人都说, 嗯,不行不行,太残忍了, 就为了称重量,把大象杀掉,多可惜啊。 这时曹冲走过来说道, 爸爸,我想出来一个好主意。 曹操说, 乖儿子,你说说看, 是什么好办法呀? 曹冲说, 爸爸,你看我的, 等我称完,你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曹冲叫仆人牵着大象, 跟着他走到河边去, 还叫人划了一艘大船到河边等着。 到了河边,曹冲对仆人说, 请你把大象牵到船上去吧。 大象上了船, 船身向下沉了好多, 浸泡在水里。 曹冲吩咐道, 在汽水面的船帮上, 划一道记号。 记号划好了以后, 曹冲又叫仆人把大象牵上岸来, 这时候,船又往上扑到了原来的位置。 接着, 曹冲叫仆人挑来了很多的石块, 并让他们把石块装到大船上去。 石头越装越多, 大船又慢慢地往下沉, 船身一直沉到了客县的地方。 够了够了, 不要再装了。 曹冲看见船帮上的记号, 骑了水面, 赶紧喊停。 曹冲让仆人把石块从船上搬下来, 说道, 你们把这些石头撑一撑, 石头的重量加起来, 就是大象的重量了。 大家都说, 这办法真是太好了, 我们怎么想不出来呢, 曹冲真是个聪明的好孩子。 啊!